字幕提供 您先來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残忍时光会客室是由公式新闻一体中心PNN 公民行动影音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自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让大家了解到 在这些争议性事件背后 有需要我们再进一步去关心的 在制度上面在法律上面在结构上面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最近这一阵子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性骚扰的这个问题 特别的被关注 当然也不是只有在这一阵子 而事实上在这几年当中 这个问题都一直是存在的 特别是在好莱坞揭露了 这个所谓的性骚扰的这些问题之后 很多的国家其实也都发起了 这个有关MeToo的这样的一种相关的行动 希望能够去面对解决 或者甚至要去除掉了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对人非常严重侵犯的问题 不过当全球各地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同时 其实在台湾却发生了一个所谓的法院的判决 就是在台湾司法院的职务法庭颁布了一个判决 提到说性骚扰旅助理而被免职的这个法官 在审后其实是相对之下 他被改成这个法一年薪 恢复法官的身份 然后退休金也从原本这个6万变回到18万 那这个事件引起了社会非常大的关注 不只是司法界在人权团体 在性别团体也非常关注这样的一个事件 这样的议题 其中这个谢静惠法官也因此而辞去了他的职务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大家邀请到的是 司改惠的陈玉婷律师来跟大家谈这个话题 陈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陈律师可不可以稍微帮我们解述一下 这件事情的整个发生的经过到底是什么呢 那这个案件呢 他最主要的经过其实就是 这位陈鸿斌法官 他在职务的过程中呢 就是对于女助理做有性骚扰的行为 那原本在监察院的谈和文 还有原本职务法庭的判决中呢 在免除他职务的这个判决里面 他其实是有认定有八项性骚扰的事实 那在这个再审判决里面 那个再审的何一廷法官是认为说 那个八项其实只有三项构成性骚扰 只有三项构成不当行为 他们甚至认为那不是性骚扰 不是性的骚扰 对对对 那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 有像是他用烤鸡来认定 就是说他的塑形上架 就是以前的表现 其实也没这么坏 然后来认定说 他其实没有这么坏 不需要免职 可以用过去的没有这么坏的概念 来去抵消这次可能有的这些争议啊 对这是我们认为一个认定上非常奇怪的地方 而且其实像这种性骚扰的行为 在职场上性骚扰的行为 他其实被害人 他因为可能很多因素 他可能在一个权力的结构下 他没有办法出来反抗 或是他因为担心他可能职务受到影响 他工作受到影响 他不敢出来反抗 那他其实是很多的行为 其实是不会被反映在烤鸡记录上的 那如果你用烤鸡来证明说这个法官他其实也没有这么坏 那其实是很奇怪 其实是牛头不对麻嘴啊 对这完全是不该相干那两件事情 这个前功底后过也很奇怪啊 对 这完全是跟这次性骚扰案件完全没有相关的一个考量的要素啊 那还有另外一个他认为要减轻责任的理由是 他认为 呃这个是何怡婷的法官 他们认为说 这个陈鸿斌法官在助理他有抗拒之后 就说不能这样做之后 他有立即终止 他有自制力 那后面还有陈鸿斌法官有为这位助理介绍对象 他认为说他身具悔意 所以就帮他就是减轻了这个责任 就是认为他没有那么坏 他很有悔意 他有终止这个行为嘛 他没有继续去侵犯他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这么坏啊 不用免职 那他们这个再审的这个判决 他们大概的论述最主要的点是这几个 那详细的案情的话我们可能后面可以再提到 OK 所以其实如果从刚刚的那个一个所谓的判决的这个过程来说 我们是听起来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 例如说这个前功抵后过 然后当场假设有制止 然后他没有再进一步的行动 不代表他原来没有这个行为不是吗 是是 就是他认为说就是他在助理在譬如说就是阻止他之后 他有立即的停止 对那这样子可能就不算是一个性骚扰 那是不是就代就是法院传达给我们一个讯息 就是说以后我去骚扰别人 只要他说不我马上停 那就不算了呢 就是是不是会传达出这样的一个讯息 可是其实性骚扰他的意涵 他所要保障的就是被害人的 他的那个性自主权 他的身体的权利 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这个性骚扰的定义 我想这个在他会涉及到不只是法律的问题 也会跟整个文化的问题是有很大的关联性的 但是我们还是先在这个案子上面 这三个案子是刚刚有提到说是有三个部分是成立的 包括这个判决提到这个呃 判决觉得这个是一种合理的事情 那这其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问题 例如说对很多来讲 诶送礼物给这个所谓的下属 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奖励的行为吧 那这个奖励也不行 那这个怎么办呢 那会不会动辄者得救了 那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八个行为呢 就是这个再审的这个法官是把它做一个切割来检视 就是把八个行为他不认为这是在同一个脉络底下 他是认为说这是个别的行为 他如果用个别的行为来检视的话 当然我们就是切掉其他的行为 我们一个一个来检视的话 当然会认为说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 就是这个行为好像还OK 就是去Costco 大家都会去Costco觉得还好 大家都会送礼物 但是如果你就是我们退一步来看 就是我们把整个脉络拉近来看 就是其实这个法官对于这个助理 他其实是有一个权势的关系 他因为我们知道法官的助理 他的那个聘雇的性质 他其实越聘雇 那是一年一聘 那他每年必须要通过考核 他才能够继续续任 那是谁有这个权利来做这个考核 就是这个法官 对那他其实是能够掌握他工作上去留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那在这个权利关系底下就是法官就可能对他做一些追求的行为啊 或是对他做一些可能比较有信意涵的动作 或是对他讲一些有信意涵的言语 这个助理其实是没有办法去反抗 他很难去反抗 他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反抗的资本 因为如果你一反抗 你可能下一次虚评就不会过 你可能就要丢工作 那在他可能需要这份薪水的情况下 他很可能就会隐忍下来 那并不代表说这个助理就是比如说默许或是接受这个行为 像在那个送他有送他相机嘛 在送相机的这个行为里面 助理其实在后来拿到年终奖金之后 有把这个相机的价格就是退还给这个法官 就是表示说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他法官的这个送礼 这个有点像是追求的这个行为 我们其实不能把这些行为就是切开来看 就是一个一个就是去认定说他有没有性骚扰 而是应该要把这个权力关系的这个脉络给带进来 然后一个一个去检视说法官这样子对他做一个追求的行为 对他做一个这种骚扰行为是不是合理 那法官做出这个行为之后他是不是还试任这个法官 不过这边有几个关键的一些概念 例如说这个所谓的权势关系 例如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骚扰的行为 这个是不是一种所谓的性的意涵 这些东西其实权势关系也许是可以比较明确的 可是骚扰行为跟性的意涵 其实有时候会是一种所谓的主观认定 那你要把这个所谓的认定这件事情 当然他还有一些客观的标准 那把这个放在这个所谓的权势关系的脉络当中 他事实上会不会就是一件很复杂很难以去判断的一件事呢 是当然就是当然是一个就是蛮比较难以认定的地方 就是说是怎么他到底有没有去利用他的权势关系 还有在这个权势关系之中就是两边的互动 到底是不是有违反意愿 或是说他有可能有一个不舒服的情况 他觉得可能受雇者有一个就是被敌意的情况 他其实是比较难认定的 所以说我们就是必须要就是综合全部的情势来看 就是不能像这个职务法庭一样就是把所有的行为都切割来看 会不会有一种状况 例如说曾经有一个性骚扰的议题上面 会有看到说这是一个文化上面的问题 然后也有人这个被害人遭到强文 但是被害人 但是法官以这个被害人未咬伤加害人的舌头 并且认定这个被害人没有尽全力的抵抗而宣告无罪 那有些会这个有没有摸脸等等 那有些被摸脸他认为说这个法官认为这个摸脸不算是身体的私处也被判决无罪 这边会涉及到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到底摸什么地方或是怎么样触碰的方式 他其实算是有罪或是无罪 第二个其实如果我们刚回到那个权势的这个例子来看的话 在法院在常常判决的时候 包括我们刚刚取的这些例子 他会看的是这个法条的本身有没有违反这个既有的法律 但是有些东西就像您刚刚提到它是一个脉络 但是这个脉络要如何去理解如何去判断如何去清楚 这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所谓的困难呢 对那当然是他在比如说在条文上他当然是会有一定的限制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因为我们采取的那个刑法的一个原则是罪刑法定 那一定要检察官必须要证明这个犯罪者他的犯罪有符合这个法律的构成要件 那还有要证明到一定的新政以上法官才能去判决他有罪 那像刚刚提到的就是摸脸的案例 他其实涉及到的是性骚扰防治法那个第25条的规定 那他的构成要件其实是说要趁人不备 然后要触摸一些就是比如说人体比较隐私的部位 他在法条的规范里面是说比如说胸部臀部或其他隐私部位 那隐私部位这个解释就是要供人家解释 就是你必须要去解释说什么叫做隐私部位 那在这个判决里面法官可能会认定说 脸在一般社会大众的认知来说可能并不是一个隐私的部位 所以没有就是不符合这个条文的构成要件 所以在罪刑法定最危险的情况下可能只能判他无罪 那这个可能是第一个就是条文上本身就有的限制 那但是并不能说他不符合刑罚的规范 那他就不是一个性骚扰的行为 因为在性骚扰防治法里面其实还有其他的规定 他其实有罚还的规定就是比较亲的规定 那这个行为当然还是非常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比如说在一个就是比如说一个主管队职员 他在一个全市的脉络底下 比如说他可能每天上班就是习惯性会去偷摸助理一把 摸一下脸摸一下肩膀就是偷摸一下这样子 这样还是有可能会做成职场性骚扰 而有罚还的规定 所以不是说就是刑法不成罪 那他就不是一个性骚扰 其实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在条文上的限制 那但是回到那个所谓的现场 或是回到那个关系上面 就像我刚刚谈到的 虽然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规范 但是会不会也是一个很难判断的地方 而这个难判断会不会也是造成很多人有恃无恐 他觉得说反正你也不知道那个脉络 反正你也是依法去这个行政去做判断 那反正我也无所谓 会有这样的情形产生吗 这我们当然不能排除这个情形 那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就是在 就像这个案件里面 就是法官认定这个两性行为的这个认知上 其实是跟一般人民其实有一个落差 那我们可能是要去思考的是说 为什么就是法官的经验跟我们的经验 会有这么大的落差 就是我们认为他有利用权势的时候 法官居然会说那不是利用权势 他只是意图发展婚外情 对他为什么法官会这样认定 那我们是不是要从我们的就是比如说两性教育啊 就是可能司法人员的养成这边去做一个可能检讨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就是法官 为什么会跟我们的认知落差这么大 那像刚刚提到的那个 没有咬伤加害人的舌头的那个案例 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理想被害人的一个谬误 那我们现在的法官检察官在很多的情况下 他们都会就是面对一个被害人的时候 他们会先去预设一个 他们理想上被害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因为在我们传统的这个真操真结的这个观念底下 法官跟检察官他们很容易就会认为说 被害人一定要敌死不宠 一定要拿生命去反抗 他才算是一个就是我们理想上就是被害人 就是我要维护我的真操啊 就不能如果我没有很激烈的反抗的话 就不算是一个维护真操的行为 就不算是反抗的行为 那但是在这个咬伤被害人舌头 这个他可能有忽略到就是加害人可能在当下他其实 就是他可能是在一个比如说密闭的空间 就是加害人而且加害人很可能就是比他高大很多 可能是像很典型就是可能男性对女性 男性对女性大家都知道其实在生理上 其实就有很大的不同 那个男性在生理上的这个力量一定是会比较强 那如果我们要求那个被害人一定要反抗的话 那我们没有办法排除说就是他一反抗 可能会触入那个加害人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进一步的伤害 就是可能甚至会危害到他的生命 那这样子一个就是要求被害人去反抗的一个观念 还存在我们司法体系中那是不是合理的呢 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再进一步再去理解的一个部分 就是我们刚刚谈到除了在这个所谓的法律条文的这些所谓认定之外 刚刚律师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跟想法 就是所谓的性别意识或是所谓性别教育 或者是我们其实常常会谈到所谓性别盲 就是有些东西在法律上面不管是有血或没有血 可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了这个在法律之外 或是在特别是在所谓日常生活当中 各式各样的这种所谓的权势的问题 特别是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的弱势者 例如说在家庭移工或者是在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家庭看护当中 会有所谓的比较内部的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跟大家进一步的讨论这样的一个议题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元载报新闻 有60年历史的高雄市都会原住民部落拉瓦克 因为位在公有土地上 过去10年一直被市府要求搬迁 居民长期抗争 近日却收到公文通知 3月20日即将被拆除 这就会16号时趁市长陈菊到高雄市议会报告施政时 到场外表达抗议 议场内也有议员质询 但陈菊表示 拉瓦克部落过去曾发生两次火灾 疑似居民投电插电 居住环境不安全 市府也提供按签补助方案 不过居民反驳 按签方案只是让大家足无10年 目前还有30多名居民居住当地 他们强调 没有提供选项的按签就是破签 希望市府就地让售 否则要用肉身组长拆迁 深奥燃煤电厂扩建计划 于此事日环差大会审查 由于环保署副署长詹顺贵投下关键票 使全案以一票之差 还评闯闯关成功 事后詹顺贵清上火线 表示相较旧案 宋审版本的污染的确减轻 因此投下修正通过的一票 他强调 不会把个人喜好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 而对于要求下台的声浪 他表示会负其政治责任 交由行政院做决定 深奥电厂重启 不止新北市 包括邻近的宜兰县 以及桃园市 都提出强烈质疑 新北市环保局 公布学者的燃煤污染模拟 发现新北市PM2.5日平均增量 是台电模拟值的三倍 而且桃园市和宜兰县的受害程度 比新北市还要严重 新北市强调 绝对不会发燃煤许可 如果台电执意要新建 无煤可发的电厂 将可能成为一座文字怪 四年前由于不满福茂协议 群众发起占领立法院的318太阳光运动 林非凡 陈维廷以及立委黄国昌等22人 被依涉嫌妨碍公务等罪名起诉 一审地院以公民不服从判决无罪 全案上诉后 高院13日认定当年立院议事程序有瑕疵 公民以行动表达诉求 受到宪法言论自由的保障 因此维持22人无罪的判决 依据宿审法规定 除非判决法令有抵触宪法 违背判例等刑刑 否则检察官不得上诉 等于全案激进无罪定验 而运动衍生的323占领行政院的案件 目前则还在审理当中 再次回到燦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祥 在刚刚大原载报的新闻当中 我们看到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关注 有关山药电厂的这个所谓的环差的这个 这些所谓的相关的会议当中 就是大家很关注的是 这个詹顺贵律师投下了那一票 那其实在我们的节目里头 其实有很多次的讨论就在谈 这个社运团体进入到这个政府当中 他如何去抉择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 按照詹律师的说法 他是所谓的依法行政 不过这个依法行政 除了在这个法律的当下去做了某种 他自己的这个判断之外 在于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 他自己跟他自己的认知 跟他自己的期待上面产生冲突的时候 该怎么办呢 我想这也是我们要持续的关注的一个部分 虽然大家都可以理解 那个动作可能是跟这个法律的决定 或是当下这个主持的这个有关 或者是在当那个所谓案子本身有关 可是在怎么去看那个长期的表现 一个社运人物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政治体制当中的一个长期的表现 也是不可以去忽略的一个面向 我相信很多的NGO团体或社运团体 环保团体都一直持续在关注这样的议题 回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 跟大家邀请到的是施改会的陈玉婷律师 要来跟大家谈的是有关于这次的性骚扰的问题 律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主持人好 刚刚我们在上一段的节目当中也谈到了 其实在法律的这个上面其实有些是有明确的规定 可是我们不能够只有在看这个法律的规定与否 特别是在这个性骚扰的议题上面 还必须要回到这些所谓的脉络权势里头去看 这样的一种现象跟问题 那不过回到一个现实的状况底下 其实有很多这种现实的状况是一种权力的关系 这个权力的关系包括刚刚谈到的这个长官上司跟下属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在你们所接触到的个案当中 除了这个上属跟下属的关系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上这个所谓的上下的关系 其实就是在于所谓的移工或者特别是像家庭看护工 他们所面临到的这种处境 这种所谓的困扰是更多我们过去也曾经访问过汪英达 也谈过这样的问题 在你们接触的个案当中是不是有类似的状况呢 是这个我们接触的个案其实就是那个英达主任他们提到我们这边的一个个案 那他其实是一个移工他是一个家庭看护工 那他在那个做工作的过程中被他的雇主在那个住家里面进行一个性侵的行为 那他其实是被一个强制口交的行为 那他就是好不容易就是鼓起勇气 那提出就是跟警察就是报案那也有提出诉讼 那在检察官那边的时候就是居然发 检察官居然有一个其中一个理由是非常的荒谬 他认为说这个移工他在被强制口交的时候 为什么不要咬伤加害人的引擎 他没有做这个行为那他就具实在认定说 他其实是没有做一个反抗的行为 那这很奇怪 到底要什么样的反抗才叫做反抗 什么样的行为才叫做反抗 这怎么去认定啊 这其实就落入了刚刚我们有提到 他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理想被害人的迷思 他认为说被害人一定要尽全力用生命去反抗 就是不惜要咬掉背方的引擎 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个反抗的行为才算是反抗 那这这其实就是还有他还有其他的认定的点 也是有非常就是典型的就是理想被害的迷思 其中一个是他说为什么你不要大神呼救呢 但是这个检察官可能忽略到就是那一天就是事件发生的当天 其实是下着大雨 而且检察官提出这个点的理由是因为他看护的其实是一个阿嬷 那他为什么不要大神呼救来吸引这个阿嬷的注意 那但是其实这个阿嬷他其实是一个听障人士 就是他大神呼救其实也是没有人会听到的 那但是检察官就是他一定要套用这个就是一般的被害人都会呼救啊 你怎么没有叫呢 那这样子你是不是就没有尽力的去反抗 然后把这个他心目中理想被害人的样子套用在这个被告 那个被害人身上那认为说被害人不符合他的想象 那他就不是一个就是他认定的一个被害人 这其实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很多的这个法院的判决 跟一般的民众的认知差距非常非常大 这也是有些法官会被冠上所谓的恐龙法官这样一种所谓的称呼 可是当然有不见得是所有的议题 所有的法官都能够完全的掌握 因为他的生活经验他的养成的过程 可能就是在这个法律专业上面是非常解除 但是其他的生活上面未必都完全能够去理解跟掌握 可是像性骚扰这样的一个议题其实是越来越普遍的这种现象 或是他其实也是发生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每一个角落 我想要问的是说法官的养成过程 不管是他过去的求学阶段 或者是在所谓的进入到这个司法体系之后 有关于性别教育或是性别平等教育 是不是也不存在的或者是有什么样的经验 是让他们可以有这样一种基本的性别意识呢 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极力的呼吁 像我们昨天也有召开记者会 那呼吁司法院应该要针对这个点去进行一个改革 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因为我毕竟也是法律系毕业 那就是在求学的过程中其实接触性别意识的机会 其实我自己认为是没有这么多的 对那我们就是在这一点上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就是 继续做一个加强就是不管是在司法人员也好 其实在其实我认为在律师或是就是其他法律系 就是在法律系整个养成的过程中 其实就应该要琢磨这一块 而不是说我们只在就是比如说 比如说我们只要求法官和检察官 其实有很多律师其实也是欠缺性别意识的 那这边我们就是要非常肯定司法院他们 其实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之后 他们有发布一些新闻稿 那他们会就是在比如说在法官学院就是持续的加开各程 然后还有修订他们法官或检察官 他们同仁的在职进修的规定 那其实在司改国师会议之后 他们其实有成立了一个人权与儿少保护 及性别友善委员会 那我们也期待这个委员会之后 能够再做出就是更多的改革 那另外他们是 对另外他们在职务法庭的改革部分 其实他们也有就是想要去做一个改善 就是他们有试着想要把就是在职务法庭里面 就是把可能提升性别比例啊 就是可能纳入法官以外的成员 就是让组成不要这么单一 嗯哼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再待会继续讨论 因为刚刚其实在这个职务法庭的判断上面 其实也是有一些争议的 那不过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来看 就是陈宏斌这个案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陈志祥检察官 其实上了很多的电视节目 那这上了电视之后 我看到很多当律师的朋友 在这个交法律的朋友 看到这个他上节目 其实都非常的特朵 一部分的特朵是来自于 他对于这个个案的这个解释 那当然跟很多人认知 事实上是存在的一个很大的差略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把这个所谓的审判资讯 去对外去说 那当然我不知道 这有没有违反所谓的侦查不公开 或者即使没有违反侦查不公开 法官去做这样的事情 是一个合法 是一个合理的状况吗 当然这个陈志祥法官 他在我们一般的 就是跟我们一般所认知的法官 其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在我们以前的认知里面 法官就是因为我们法官里面有一个就是原则 就是法官不语 就是基本上法官除了判决书之外 他们是不会出来去讲任何一些一句话的 那陈志祥法官就是公开的 就是为他的判决做辩驳 其实是跟传统的法律 传统的法官其实是很不一样 那这个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或是所谓法官的一些相关伦理规范吗 因为现在在判决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下 其实我们很难去确定说就是 他讲的那些内容到底有没有超出他判决书的范围 就是比如说如果他有在判决书里面揭露的话 他如果出来讲其实是OK的 就是他没有用一些就是他就是应该要隐蔽的讯息 就是重点是说他有没有应该隐蔽的讯息 他把它揭露出来了 这才是我们就是关心的一个点 也是法官协会认为说他们要去送品件 可能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但是就是就算他有 但我觉得这个还要考虑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要可能考虑到被害人 有没有就是恶毒伤害的一个问题 因为在性侵害案件之后 我们其实我们知道其实法律有规定说 就是被害人的个资 就是当事人的个资 其实是要予以保护的 那陈志强法官他就是一再的就是上节目去描述这个可能案件的细节 他们认定的过程 就是很有可能会对被害人造成恶毒的伤害 可能被害人就是不想要再回忆这件事 而且他可能不想要就是有这么多资讯流出来 就是后来变成说就是这个人 就是大家可以去肉搜 大家可以去找出来 这个人到底是谁 对像我看到的报导里面就是有 苹果他们其实就有找到就是这个被害人 那有询问他是不是愿意受访 对那在这个资讯的揭露上 特别是在性贫的案件性侵害的案件性骚扰的案件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加的谨慎 那避免被害人恶毒的伤害 嗯 不过这个恐怕更大的问题 如果我们觉得这个陈法官所做的这个判决 是一种谬误 是一种迷思 是一种错误的这个有问题 或者是有错误的甚至错误的这种所谓的决断 那这个会不会造成这个观念是透过这个过程当中 又不断的散发出去 这当然也是蛮有可能的 但是就是法官毕竟他为他自己的判决做辩驳 就是其实之前蔡英文总统也有提到说就是 法官应该要打破那个法官不语 那应该要出来解释他的判决 就是让大家都搞懂他的判决在讲什么 那当然这个案件是我们比较遗憾是 就是法官的可能就是性贫的观念可能没有这么充足 那他在可能解释的过程中可能会更加深的 就是大家对于性贫的这个观念的误解 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各级的机关 包括这个政府机关或是学校里面 其实都会有这个所谓的性贫相关的委员会 或者是这个性骚扰的这个相关的这种委员会 然后其实都会去设定有一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性别的比例 那这个性别比例事实上说的是一种性别意识的考量之外 其实也会很多在实物上面的问题 如果在一般的状况底下受到性骚扰 或是受到伤害的这个女性看起来都是比较多 如果她所面临到的是一个以男性为组成的这个委员会 那她其实恐怕在那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尴尬 或是会有很多这个心理上面的很难跨出去的这样的一种障碍 但是我不知道在有关刚刚谈到的这个有关于所谓的职务法庭 在或者是在审理性别议题 或者是有关性侵性骚扰相关的这个法院里头 会不会也会考虑到这种所谓的性别的比例呢 如果没有的话那应该要怎么去改变 或是调整现在可能存在的这些所谓的迷失或者是问题呢 在目前的那个审理性那个 我举于那个职务法庭的例子来说好了 他们在审理的过程中其实是 就我说是应该是没有任何就是关于性别比例的要求 就是他们而且他们组成其实是非常的单一 就是全部都是由法官来组成 而且他法官的资格他其实有限定就是一定要实任十年以上的法官 也就是非常资深的法官才有办法进入这个 就是职务法庭担任这个审判法官的工作 那第一个他就是可能刚刚主持人有提到 他可能会有这个性别比例上的问题 就是像这个案件里面他在审理性贫案件的时候 其实是只有有四个法官 那那个合一庭里面只有一个女法官 对才会造成这个就是判决出来之后 可能令法官甚至还有奋而失之的这个结果 对那另外还有就是组成过于单一的问题 就是因为他全部都是由法官来组成 那他审议的是有关于法官的承接案件 那其实法界是很小的就是他们在审判的过程中 可能就是很有可能审到比如说以前自己的同事 或是大学长就是以前就是在法官司法官界就是很自身的大学长 那他可能就是顾及到就是可能同裁的亲衣啊 或是对于这个自身法官的尊重 那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公正的去做出一个应该有的称储的决断 所以我们认为说除了在性别比例上应该要调整之外 也应该要在职务法庭里面加入外部的人士 那我们司改会的主张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参考国民参与审判的方式 让国民有机会可以参与职务法庭的判决 这其实是我们必须要在关注的问题 虽然这个所谓性别主流化也一段长的时间 可是这种所谓的观念意识是必须要不断的去调整 不需要不断的去被挑战 甚至不断的要被建立 特别是里头谈存在的各式各样的情境脉络 诠释跟文化的关系 那这不是一个纯粹的法律的问题就能够解决 当然法律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可是在背后的观念 或是在这一种所谓的判断的这个历程 恐怕是要更多的这个所谓性别意识在里头 今天非常谢谢陈律师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其他的这个所谓的议题 能够再跟您做相关的请教 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结束 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 谢谢拜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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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